师父加持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在这边救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 然后弟子对未来很有信心很有希望相信一定会一世修长的 然后就是也请师父加持我们更好的改掉身上的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习气 对主要问题是改掉身上的习气 主要问题一个人一世修成 自己要自尽其意 就是自己要干净 脑子干净身体干净行为干净 那这个人就能够成功 明白了吗 你要自己一定要干净 你不干净人家就怀疑你 所以很多人经常怀疑别人 人家明明想的很好的 他就把人家挖歪的地方想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种人就是经常把人家挖歪的想 他脑子里自己有歪的念头 他永远看不到人家是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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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永远看不到人家是菩萨